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看得到吗 哈喽哈喽哈喽 有点紧张啊 哈喽哈 这个帽子是不是很酷 挺厉害的这个帽子啊 你们吃饭了吗 带帽子是因为没洗头吗 我洗了头了只是 头发太长了 不要送东西哦 再送东西我关了哦 我一直很怕直播因为 直播的时候不知道说什么然后就会很尴尬 然后会很无聊 看看你们说什么 帽子给个链接 这个帽子是在那个什么 在哪买的 在街 街上 就那种小店里买的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帽子 就挺酷的 嗯 然后 然后这个链子 这个链子很有意思 我给你们仔细看一下这个链子 嗯 这个链子是那种 是我在老家买的 你知道就是那种 嗯 很多 老家的那种亲戚 唐科 唐科 唐弟他们会带的那种链子 嗯 为什么想带这个就是 感觉他真的 很土啊 就 就是那种 土到了极致 其实还挺酷的 你知道 就很时尚这种东西 时尚这种东西真的很神奇 是吧 你们刚刚看我戴应该没有觉得涂吧 是吧 是不是还隐隐约约透露着一点 时尚感 这个帽子也是涂到极致 这上面还有龙吗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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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把帽子摘 给你们看一下我头发 虽然说很乱但是 但是还是洗了 不是很油 不会油 不会油 杀掉 怎么能骂人呢 怎么能在这里面骂人呢 你们 看一看 看一眼啊 看一眼 你说什么 你秃头都好看啊 我 看到前两天吃多了 然后感觉自己有点胖 这两天 就没有吃晚饭了 就可以稍微瘦一点 我要推荐你们一个方法 就是 早上吃多少都不会胖 所以我每天 所以我每天 所以我每天早上都吃 只要晚上都不要吃 过午不时 因为这个呢 就是 从养生学上来讲 也是 就是有益身体健康的 是养生的这个方法 而且还会瘦 就是晚上不要吃的话 还会瘦 好像有点胖 有效 白白天早上的时候 你吃多少都没吃 你吃那些胖 油腻的东西都没关系 都OK的 最近有健身吗 这头发真的是 太累了 这个发型 好难看 好难看 没有那个什么 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 橡皮筋 那再给你们看一个 本命年呢 我们这边有一个 带那个红绳 红绳 带在脚脖子上 咬脖子上 给你们看看 有一个小老鼠 老鼠 因为我是熟老鼠的 卡了吗 怎么快卡了呢 卡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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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卡了吗 好卡 好卡 应该不是我信号的问题吧 我现在自己看我这个头发都 很难受 你知道 就 就没有 就没有心情 就没有 没有自信再拨下去 这头 而且这个发肌线也剃了 这个发肌线 每次剃完都要花很长时间长出来 我想知道就是像这种直播 我剥完之后会存下来吗 就是会有回放什么的吗 会啊 我不是很想 就这种直播 我希望剥完就没有 不要存下来 可以闪掉了 OK 我觉得删掉挺好的 就是 就今天发生的事 就你跟我知道 然后就没有第三个人知道了 这种截图我真的很怕 这种直播的截图 真的很吓人 看都不敢看 整点 有意思的事情 要干什么 你们有没有什么推荐 粤 我真的不知道什么 最近老是有人 Cue我讲粤 我粤语讲的真的不好 每次讲完出来都要给人笑 然后又要我讲 然后又要被人笑 然后又要讲 唱歌跳舞的 麻烦直接出去好吗 说说绝代 说说绝代 可以啊 说一下绝代吧 你们想 想 想聊哪个方面 爱情方面 爱情方面 编音 那 雨花 给段三一个交代 这 你知道这 因為,人有時候就是,在一個低谷期的時候生活的比較艱難 有很多事情沒有辦法,被迫做出了一些 為什麼沒有把全部資源放出來 這個我也想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沒有辦法,因為 因為,因為就是各種審查制度啊,然後還有一些 反正各種原因,能放肯定都會放出來 然後,現在有很多剪掉的部分 就真的是,沒有辦法 什麼大金鏈子,明明是銀鏈子 想聽我唱歌,不要聽我唱歌 那麼別聽 有腹肌啊 嗯 平時都幾點睡覺 哎,我最近真的生活特別規律 我希望 我希望你們也可以跟著我一起規律起來 我,差不多每天晚上最近十點鐘左右 然後,有時候經常八九點的時候就睡了 嗯,然後第二天 就是差不多追完劇之後,然後就睡 然後睡到第二天 第二天早上六七點五六點都有很早的起床 很早起床 然後吃早飯 早飯吃巨多 為什麼能早睡 就是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為 晚上太餓了,像趕緊睡覺 第二天早上起來吃早飯 嗯,又能減肥 是吧,還能早睡早起 真的 哇,這頭髮 我要不還是把帽子戴上 看一下這帽子還能怎麼戴 看一下這帽子還能怎麼戴 這樣子呢,不行 我的髮子現在出來 哦,也不太行 我感覺我今晚開這個直播是錯誤的選擇 這樣 這樣子弄完 可能 都不知道要嚇跑多少人 嗯,就這樣吧 嗯 要不然 哎,我 我 我這樣,我 我直播 不行,不能吃東西 因為 我 這幾天都沒吃晚飯 我是個有原則的人 嗯 最近不忙 最近一直都在家裡面 對了,在這裡也要 跟大家 強調一下,就是 在這段時間 雖然大家可能會很無聊 但是 也真的不要出門 然後 如果 迫不得於要出門的話 一定要戴口罩 戴多幾個口罩 嗯,真的 因為 因為現在情況真的很嚴重 我 我天天在刷那些信息什麼的 這個時候必須要大家 全部人一起 團結起來 共度難關 嗯 我看看你們說什麼 我也買不到口罩 我在家裡 我在家裡 追劇啊 看 覺得雙腳 嗯 就是 看完一遍又一遍 細細的 品 做飯 哎,對我 我差不多每天早 早上都是 自己煮麵吃 嗯 奔跑得胖 這個頭像怎麼有點像Dorby 什麼看到了白頭髮 哪裡有白頭髮 不可能有白頭髮 不要嚇我 不要亂說話 我不可能有白頭髮 我不可能有白頭髮 這旁邊 這旁邊 經常 因為大家都在家裡面 可能太無聊了 然後就那種 家裡弄那種 凱蒂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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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在家裡面唱歌 整個小區都能聽得到 網 網課是吧 嗯 網課要上 嗯 對 網課還是很安全的 在這段時間 又可以不用出門 然後 但是也要學習東西 好 這個髮型 啊 要不然這樣嗎 我 我 我直播剪頭髮吧 稍微剪短一點 然後 但是我之前沒有自己剪過頭髮 所以真的 很危險啊 這個 一 一不小心就出事了 這個 不過還好我最近 拍古裝戲 就算撿爛了 應該也沒什麼影響 不過如果要去做活動什麼的話 那可能 就有影響 但應該 應該不會有活動 嗯 應該沒事 嗯 沒事 反正我儘管做很沙雕的事情 啊 那 那可以稍微 稍微搞一下 去廁所搞一下 搞一下去廁所搞一下 搞一下去廁所搞一下 嗯 哼哼哼哼哼 我呀 我把這個 手機放在這 怎麼固定啊 嗯 怎麼固定啊 嗯 難道我要單手拿著單手睫毛 嗯 不可能 我這麼聰明 還是別剪了 哎呀還是很善良 說實話本來我真的就 就本來 本來就 挺想撿的 真的太吵了你知道 現在的感受就是我 我無論幹什麼 都感覺 這個世界是黑暗的 就總有一層東西在擋住我的眼睛 是 那 是 的 怎麼嗯 就 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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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想到你 你怎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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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看 我怎麼看 可以稍微剪短一点 旁边有点长 这样紧一点 这里应该会薄吧 两边太膨了 所以紧一点 这里 嗯 算了不讲了 就完了 可以 算剪完了 一点 剪了一点也算是剪 剪刘好像是最吓人的好不好 好像好了一点 对 对 就旁边不会那么捧 因为旁边一捧就 就会显得很像那个什么 很像那个蘑菇头 嗯 唱段rap 你想听我唱rap 那我就唱rap 可以啊 牙韵 有那味啊 这个rap 还是跟那个 催哥学的 催哥真的是个很有意思的人 唱个双交 金志文老师那首 哇 那首歌 对我来说 难度有点大 每次看剧的时候 我就跟着哼 然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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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能看什么呢 还能干什么呢 这个可以连线吗 怎么连线啊 这怎么连线啊 应该连线不了 哦对那个什么 哎对 我听说 陆明杰 他也在 他在直播 哦不对他在什么空降 嗯 我去 找一下他 看能不能找到他 他好像在爱西语 在哪里啊 在哪里啊 嗯 嗯 他就在 嗯 他就在 对对对给大家 安利一下 嗯 骆明杰 大猪仔里面演 慕晨 哦不不不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骆明杰 大猪仔里面演 刘慕白 对 很帅 他很帅 演戏 也挺好 但 就是 如果非要跟我比的话 嗯 OK 你知道 找不到他 他在哪儿 嗯 嗯 算了 我们聊一下 我们聊一下那个 绝代吧 好吧 你们有没有什么想问的问题 想了解的东西 不要再叫我唱歌了 真的 不让我直接走 不让我直接关掉了 我会生气的 我真的会生气的 嗯 为什么没有文系 就 嗯 就是 美好的事情都是要有 遗憾的嘛 有遗憾才会 美好 嗯 什么 小鱼儿什么 到最后 到底还爱不爱提醒来 这个问题 你们会考虑这个问题吗 你们觉得 会吗 嗯 小鱼儿能活多少岁 嗯 小鱼儿 会永远活在 我们的心里 你们也包括我 嗯 她都是一直在 和素颜素音是一见钟情吗 素颜素音是什么意思 你们是说 素音看起来像没有化妆还是什么意思吗 素音 其实 其实 我感觉一见钟情 一见钟情 一见钟情 我还挺喜欢那个什么 在剧里面 就是我当时在那个 被绑在树上的时候 然后素音走走过来 然后我看她的那个眼神 我还挺喜欢的 因为当当时在拍拍之前 我就想想像不 没有想象到要怎么演 因为在那个小说上面写写写写写写写的是什么 就 写的像神仙一样 素音就是 在我眼前出出现的那一幕 什么 美若天仙 什么 具体是什么形容词 我忘了 反正就是 一个很 光辉的形象 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然后我的反应 嗯 然后我 我看了一下我的 表现 嗯 我觉得还 挺不错 虽然当当时 画着那个 纯白那个妆 可能人不是很好看 但是 嗯 那个眼神 有那味儿啊 哈哈哈哈 我看一下 还有还有什么 拍戏每天都念疤吗 啊对了对了 那个疤 每天就是花化妆前要黏在这里 然后那个疤还挺 嗯 它们弄的还挺好 就是 不用费很长的时间 好像 每每次就是三三五分钟就念好了 他是先贴在上面 然后用那个酒酒精还是什么的 就是弄一下弄弄一下 他就像那种纹身贴的那种效果 虽然我没有贴过纹身贴 嗯 那杯酒里到底有没有毒 苏英的那那杯酒 嗯 怎么说呢 有毒跟没有毒好像 都并不是那么重要吧 对我而言 嗯 就是 因为 我老师经常跟我说 表演老师经常跟我说一句话就是 不要用你的道德 道德观 不要用你的三观去 嗯 评判角色的行为 就是因为他 他是在跟我们说 就是你分析人物的时候 不要用你自己的 就是世界观 道德观 价值观去绑架人物 他们该该去做的事情 那其实 因为你没有经历过他所经历的事情 你没有经历过他所经历的所有的苦难 还有 那种 嗯 挫折 你没有办法 你不能去道德绑架他 其实就是在 现实世界里也是这样 就是你没有 你没有经历过 他们所经历的 你没有像他那么爱小鱼儿 那你 你 又怎么能去 评判他做的是对还是不对呢 反正 我这个人口才不是很好 我想说的意思是那个意思 但是我刚表达的可能不是很清楚 嗯 就是 不好意思 因为 这个 文化水平 而且讲讲现在有点紧张 嗯 嗯 对对对对就是 你不能站在你自己的角度去看别人的问题 因为你没有经历过他们经历的东西 嗯 其实现在 嗯 现在很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 大家都只愿意去去 看到眼前的一些东西就立马做出自己的评判 但是就是不会静下心来去想 嗯 可能我自己也是这样 没有办法 我胖了吗 我 可 可能吧 但是我已经在减肥了 嗯 可能是因为前两天 吃的有点多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什么问题 哎呀刚刚那个问题我怎么能说成那样 我真的是 不行我要再说一遍 算了算了算了 就那样吧 推荐一下电影 OK推荐电影 推荐电影 我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爱尔兰人 爱尔兰人 对 我很喜欢这个电影 而且 而且前两天奥斯卡的时候我真的觉得 就是为他深深的感到不公 他提名了很多奖项但是一个奖都没拿 那个电影是那个阿尔帕西能 还有 德尼罗演的 还有另外一个 演员 我也特别特别的喜欢 他是叫那个 周 哎 是叫乔 乔佩西吗 是叫乔佩西吗 是叫乔佩西吗 你们知道吗 就是 三 有三个主演吗 好看呀 我应该没有说错吧 我说错很尴尬 是吗 你们能不能搜一下 他是叫乔佩西吗 对对对对就是乔佩西 他们三个 我觉得他们三个能聚在一起拍拍电影就是 看一部少一部那种 然后乔佩西我为什么喜欢他 德尼罗跟阿尔帕西能都不用说 乔佩西是因为 所以有一部片他是 是哪一部片来的 是 是那个什么 美国往事还是 什么就有一段他跟 一个比较年轻的演员 当场freestyle的有一段戏 就是他全程 是那种即兴的表演 然后把那个 把对手演员都吓傻了 他当时演的也是一个黑帮的人 然后 然后他们是在一个酒吧里面 然后那个年轻的演员就按那个 台词就按那个剧本上面 就是开了一句 玩笑 但是也不是开那个乔佩西的玩笑 然后那个乔佩西当时就freestyle 他先跟他笑了一下 哈哈 然后就静下来我 看着他我问他 你在笑什么 你刚才笑什么是在笑我吗 然后因为因为剧 剧本上是没有这个话的嘛 然后对手演员就蒙了 就看着他 手足无措的反应 就蒙了就看着他 然后 然后 他就开始 我问你刚是不是在笑我 你觉得我很好笑是吧 我在你眼里就是一个小丑是吗 他说 没有是因为你 你刚说的那个笑话很好笑 然后 我说的笑话很好笑 那你觉得 那你觉得 我是一个小丑吗 我站在你面前在跟你讲笑话 来make fun 是吗 所以你 是在笑话我 然后 反正 真的 巨酷 然后那个对 对手演员那个反应也是很真实 因为就是很蒙 手足无措 就是这种 只早有一天我也会这么酷 然后爱尔兰人就是那种 黑帮电影 就是比较 比较old school那种 黑帮电影 就像教夫之类的那种 如果喜欢教夫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哦对对对 我不是说要聊绝带吗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你们还有什么绝带的问题 有点跑题啊 不好意思啊 嗯 嗯 浇米条是什么 等一下我看一眼啊 我看一眼你们问的问题 嗯 浇米条是鱼鷹的儿子 什么啊 喂为什么 我儿子要叫姜米条啊 为什么我儿子要叫姜米条啊 谁写他们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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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英起的 问问过我了吗 嗯 什么你合作过最美的女演员是谁 不要问我这种会引来杀生之祸的问题 嗯 几号开工还不知道呢 嗯 嗯 嗯 哥哥们私下也是互交宝贝的吗 不会 怎么能叫这种名字 现在多高了长歌了吗 嗯 应该 没有长高吧 但是我不爱 我不爱 可能因为 就是 你们看绝代的时候 嗯 那不是因为我爱 是因为 我们花哥太高了 哥哥最喜欢哪个人物出了小鱼儿 最喜欢哪个人物 我想想啊 最喜欢 除了小鱼儿 嗯 段博文吧 哦哦哦 你们是在问我说绝代里面是吗 哈哈哈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绝代里面 嗯 你也不问清楚不能怪我 嗯 绝代里面我觉得 都特别好 就是真的我特别喜欢这个 小说可能也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 可能没有看太多就是 这种经典的 经典的小说 但是我当时看到绝代的时候 是真的觉得 真的太厉害了 古龙老师真的太厉害了 每一个人物都刻画的很 不是说完美是很真实 就是因为他们 每个人都不完美 所以才会 这么真实 反而是那种 一出来就是那种什么 技能满极啊 然后各种要什么 油什么的主 主角什么的 反而这种就是 就是 就没有这种 栩栩如生的效果 因为小鱼儿他也是一直在成长的嘛 就是从他 可能有很多人都 不理解他 说说什么 有一些行为可能 看起来 在现在看起来 有一点像渣男 渣男 但是 但是 也像我刚刚所说的 就是 像我 可能做作为演员嘛 必须要讲 就是不能拿 自己的三观去 绑架 别人的三观 因为你没有经历过 像小鱼儿 那样 从小在那么 恶劣的环境下长大 你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 你没有经历过 每天 土姑姑去跟他说 每一个人都跟他说 女人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 你只要被他们 就是 什么 你只要被他们缠 缠上 比什么 被毒蛇咬 比什么什么 反正就还要恐怖 他们一直在灌输小鱼儿一个思想 就是 女人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 所以他所做的很多的行为 虽然看起来好像有一点是 不负责任 或者什么的 那都是情有可原的 因为他是 在那样的一个 环境下熏陶出来的孩子 嗯 我没有说女人很可怕 不关我事啊 不要 不要 误导大家 除了小鱼儿 绝带来的最想挑战哪个Jazz 想挑战 嗯 绝带里面 想挑战腰月 腰月是 可以的 毛老师真的 嗯 嗯 话物缺是哥哥呀 嗯 想知道 据说很好看的时候 小鱼 小鱼 熊针是什么牌子 嗯 那个是 那个熊针 不知道呀 那个是 造型世界的 不过 不过 我还有一个熊针 对 还有一个熊针 是 我们公司 宣传姐姐 自己做的 那个很厉害 自己做的 是拿那个 是线吗 还是什么 就是缝的 嗯 嗯 那个挺酷的 据说你很好看 那现在看到了 怎么样 最后一集跳到 啊 那个 最后那个跳 还 我说一下那个跳 那个跳还挺有意思的 就是 因为 挺难演的 那一场戏 就是你突然 发现 那个什么 本来要 决斗的人 是你 兄弟 这个 怎么演啊 就 因为你现实生活中 完全不可能 经历这种事情 所以 就是那个 就很难演 然后我 我继续说 就是 所以就很 很难演 当时拍完 第一天拍完的时候 就感觉 怎么样 那个情绪都没有到 然后就 感觉 很行 然后第二天 就去跟导演说 能不能重 重新拍一下 那个戏 然后导演也是看了 觉得 差点意思 然后 因为那个什么 小说上面 就是写的是说 小鱼儿跳到了 那个什么 话不觉得 身上 嗯 然后刚好 就是因为 这个 就是 刚好 我们有这种 天然的 优势 然后我们当时 觉得那样子 跳会 比较能 体现出 当时的 喜悦之情 嗯 然后就是一起 设计的 这个 跳 好 嗯 嗯 哎 我刚是打了响嘴 是吗 听到了吗 好像有那么点声音 但是还是 差点意思啊 拍的第一场戏和最后一场戏分别是什么 第一场戏 第一场戏是那个 我记得最后一场戏 最后一场戏是在那个新疆拍的 嗯 然后 然后 是那个好像是一个骑马的 哦 哇 是那个 嗯 满脸都是土 拍拍到后面 根本就没有 就说什么 化完装去到哪儿 根本就没有 补装什么的 因为你刚补那个会议又上来了 然后我也 我也看到了就是 当时就是当当时在那个什么 嗯 跟铁星兰在那个悬崖边打斗的那些戏啊 什么的 都是在那个新疆拍的 就那个灰尘很大的那些戏 然后我看到了那个 这个样子真的是 哎呀很吓人 嗯 你们能坚持看起来真的挺不容易的 我看一眼你们说什么 噩人鼓 噩人鼓是在那个 横店 当时搭了一个 就真的是全部搭 搭了一个鼓出来 所以 嗯 真的是 真的挺用心的 剧组 制作 然后 出鼓的那一段是在云南拍的 嗯 嗯 然后 对对对对对 跟跟你们讲一些比较 遗憾 就是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是那个 嗯 小鱼儿出鼓的时候 那个图姑姑 不是送了她一个那个 秀套吗 然后这个是 嗯 小说里面 哎我忘了 好像是 也有 也有 有写秀套吗 好像是没有写秀套什么的 然后 是没有 然后本来有一场戏是那个 我被那个 喂蚂蚁 掉到树上 然后 苏英来找我 然后那个什么 到后面的时候 几大恶人 也过来找我 嗯 本来我从那个树上下来的时候 图姑姑过来跟我说 因为很很久都没有见了嘛 她过来就看到我 手手上 还带着她 出鼓的时候送我的那个 秀套 嗯 本来有一段这样的戏 但因为可能 就因为真的有很多原因 因为 所以被剪掉了 那个地方我还挺可惜的 嗯 她就是 因为我 我当时就是还跟她说 这个东西好难看啊 干嘛要给这个东西给我 结果 其实嘴 嘴上这么说 但是身体却很诚实 一直把那个秀套 戴在手上 因为小鱼儿 其实不管 她们 他们几个恶人 对她怎么样 她还是 对她们是很有感情的 嗯 嗯 邀约和夜南天打谁会赢 夜南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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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鱼儿前面的鞋分 为什么要变成中分 小鱼儿换了很多次发型啊 我给你们说 那个鞋 鞋分 那个鞋分是我自己设计的 嗯 虽然说 也不是 嗯 然后最后那个发型 就是 最后那个全部 弄 弄 弄起来的那个发型是 嗯 周导设计的 嗯 我特别特别喜欢周导 周导 真的特别特别好 无论是 对待演员 还是 就是 就是在剧组拍摄的时候 他的 敬业的程度 真的你知道 因为 一般来说 演员在剧组里 不是最最最最累的 嗯 因为 有些演员他们会有那个什么 工作时间嘛 就工作到了多少多少点 就就不能工作 然后 而且也是 因为 不可能就是说 演员的戏 每每天都从早到晚 但是剧组的那些工作人员是每天都从早到晚的 然后特别特别是导演 因为他还要去想怎么去导这个戏 他在来现场之前还要做很多工作 所以导演是最累的 然后周导呢 他就是 周集成导演 他每每次在现场 他的那个精神状态真的是 我真的很佩服他 就是 跑来跑去的 你知道吗 就是 到了现场之后 他本来在 可以坐在监视器那里拿对讲机讲一下 就是说你 你这个演得不好 你等会要怎么怎么演 就OK了 他是会 直接跑 跑过来 跑到你面前 然后给你演一遍 就是这样这样这样 这样这样演 你知道吗 我说OKOK 然后他 他跟演员讲完之后 他还要去跟摄影师 然后说 这里要怎么摆怎么摆怎么摆 然后在那里 我真的是精力很充沛 我都很佩服他 小鱼儿是你的真音还是配的音 请问这位朋友 你现在没有在开 声音吗 你演的都好 就是杀江琴的时候 我觉得恨意不够 你觉得呢 其实这场戏 我当时也是 想了挺长时间的 我觉得 那场戏演得有点 没有演好 演得有点 有点 有点 怎么说呢 有点 有点 有点太过了 有点太 太刻意了 你们还记得 就是那个什么 嗯 我 我当时是把那个剑 举起来 放到他的脖子上 然后在那一刻 开始纠结 然后选择了 算了 不要不要杀他 我还记得当时 罗嘉良老师跟我说 他 他他他当时给我提了一个建议 是说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这个刀 都不会放到他的脖子上 我会直接说 算了吧 我 我当时就没有弄明白 我当然 我我当然就是在 在想 为什么这样些还挺挺重的 因为要体现出 小鱼儿的 纠结啊 因为这是你杀父母的仇人 在他 在在我的面前 为什么我不去杀他什么的 他跟我说 他为什么 这个 我具体他他讲什么我忘了 大概的意思是说 如果小鱼儿是真的决定要放了他的话 他是不会说就是在这一刻 能做下这个决定的 他其实在之前可能就已经想好了 就你反而要去体现他这个纠结的过程 还不如直接给一个 结果 就是 轻描淡写的把这个 给走过去 然后深刻的东西 就不要那么 就不要就是把什么 那种纠结什么都放到观众的面前 就是其实就是给观众更多的想象空间 更多的 刘白 让大家去想 为什么 小鱼儿当时会那么做 嗯 我也我也不知道我说的 哎呀 怎么回事我这个表达能力真的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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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你所呈现的这种表现的能力 对 进展表达都会不一样 嗯 所以就要不经事情 然后 嗯 嗯 好了吗 好了吗 好了 我再变充电 你困了困了 哼 真的是很难伺候啊 嗯 穿着胡人堆球衣吗 yes 多少点了呀 我看见多少点 八点半了 嗯 困了也不能怪我 因为我已经在标题里写了 嗯 可能会很无聊 要慎点 既然你们点进来了 就不要 抱怨无聊 嗯 聊聊啥 最喜欢小鱼儿的哪套衣服 我最喜欢那个 嗯 嗯 嗯 我最喜欢那套那个 那套在 那套在 那套衣服的话 真的太多那些 小东西了 每次穿都要穿好久 看一眼啊 喜欢哪个发型 喜欢最后的那个发型 喜欢最后的那个发型 想挑战什么角色 哦 哦对哦 我喜欢白色头发那个发型 对对对对对我差点忘了 那个那个发 那个发发型很酷啊 我很喜欢那个发型啊 我虽然那个发型只有一场戏 但我当时就是弄那个发型 然后拍了很多照片 因为我觉得 我弄那个发型很很像那个谁 那个 诶 那个什么 白发魔女是吗 那个电影是 是是叫白发魔女吗 是叫 嗯 那个练泥商 练泥商 练泥商 嗯 很酷 等一下 我 我搜一下 我怎么记得是 就是那个港 港片了 很早之前的港片 对啊 反正发魔女 林青霞 嗯 酷 我的家里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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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看啊 参观一下我家 我家没有什么好参观 嘿嘿 嗯 秀 嗯 对啊 我现在在客厅 嗯 我太难了 我太生气了 罚那么多 一条没看见我 我去骂人 你去骂谁啊 小朋友不能骂人啊 小朋友不能骂人啊 看看弹幕 弹幕 叔叔 我 苏音让小鱼儿喊的那段话 那段话还挺有意思的 它是从 哦 我想 我 我就是 一无是处 十分可恶 百 无一用 千 百无一用 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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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千 千刀万剐 算了算了 算了算了 我要说那一段比较好的 算了算了 我就是那个 咦 我有点忘了 千里挑一 万中 万 算了太为难了 这个是两年多前的事情了吧 万里挑一 那千是什么 不是千里挑一吗 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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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金不换 唉 算了 不要为难自己 我们玩成语接龙吧 好吧 成语接龙 我成语接龙很厉害 嗯 就这样 就这样 这样 就是 说一个然后 接那个字 字尾 然后一直接下去 看我能接多少个 我真的 来 好 来 整一个 为所欲为 Dip 不会 这样 這樣就没意思了 她 弄这种 小 小企模 就没意思了啊 我是玩质的啊 然后弄一个词 碧月修花 就从这个碧月修花开始吧 好吧 碧月修花 花 花前月下 是吧 是有这个词吗 花前月下 花前月下 算了算了 花花花好月圆 花好月圆可以 花好月圆 圆圆中生有 圆圆就可以谐音的 圆圆不断 断 断 断水 长流 啊不对 断 断 为什么 为什么我脑袋里全是断三 断三 断 断 断将取义 断将取义可以 断将取义 断将取义 义乌反顾 顾 顾 顾做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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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吃啥 算了算了算了 不好意思 我认输 不要为难我 名副骑士 哇你们 你们这么厉害的吗 哇 你们真的 可以啊 不是主要 今天状态不好 就因为 可能真的有点紧张 我平时很厉害的 平平平平时不是这个状态的 有点紧张 因为这输了有点丢 丢脸 所以 有点紧张 不好意思啊 毛老师来了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是 要约吗 在哪里啊 嗯 毛老师 辛苦啊 毛毛姐 看不到他说话 刚问过你是不是没洗头 哈哈 我洗了头 这头 这头很明显就洗过了 如果没有洗的话 就是 这刘海耳朵是一条一条 现在 现在 想听我唱歌 非要惹我生气是吗 能在快手上 能在快手上 你怎么那么凶 嗯 嗯 要不然 再聊一下绝代吧 嗯 他有什么问题想问吗 你射箭好帅 谢谢 谢谢 我也是这么想 平时和小鱼的性格差别大吗 我是花物圈 平时 八个十环 你又提到这个事情 就没有办法 确实没有发挥好的意思 才八个十环 正常的 正常发挥的水平应该是 至少会十个 明天早餐吃什么 吃好吃的东西 你们觉得我在吹牛啊 你们是在数我脸上的痣吗 我的天 这 有几个痣怎么了 男孩子有痣才正常 有痣比较 比较man一点 我 我堵你身上有 有几道疤 我堵你的枪里 没有子弹 鸡疤 因为如果我明天会啥 他置吗 而且 去 homem 他专门 就是这样し 那小戏可以啊 可以啊 大哥 不知道毛毛姐还在不在 我都忘了 哦对 我都忘了那小戏 就是当时我看到的时候真的跑笑死 我当时在想 我怎么能这样 待会儿就还 挺有意思的 而且当时好像是真的打了一个歌 但他们配 那个歌应该是他们配音的 他那个配音配的也挺像的 腿毛肯定长出来了 都过了多久了 身上有疤吗 你说我自己吗 有啊 在你们看不到的地方 喝点水 哦对 我要喝水了 太久没喝水 给你们安利一下 这 哎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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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没给我钱 我再喝一 喝一种酸 啊不 那个什么 豆奶 挺好喝的 等一下 嗯 这不巧了 这不巧合 好像晚上喝冬的也会胖 太难了 作为演员太难了 就你知道其实 就是在现实生活中 如果你是 刚好的胖瘦的话 你到镜头面前 就会显胖 你必须要是在现实生活中 很瘦很瘦 可能都甚至会那种脱向的那种瘦 然后你到了镜头面前就刚好 野田浩二的表情 野田浩二是什么表情啊 欠揍的表情 我有看到很多人说那个什么 就说那个什么 说那个野田花什么 很浮夸 很油腻 嗯 我觉得还挺开心的 因为那个 真的 因为 因为他本来 因为 野田浩二 他本来就是 在 别人面前就会比较浮夸 油腻 他就是那样子的人设 所以 还挺达到效果的 嗯 毕竟像我这么 沉稳的人 要去演油腻出来 也是一件 挺难的事情 但是还是做到了 不信吗 我不沉稳吗 你们知道那个 就有那种什么 上升星座 什么太阳 什么的 我全都是天蝎 就是一个很典型 典型的天蝎 所以就是 嗯 但也不是那种什么 腹黑 说什么 爱记仇 就说的太片面了 就天蝎呢是 好跟坏都会记 就是你对我好 我也会记住 你对我不好 哼哼哼 你对我不好 哼哼哼 然后 哇 我直播了一个半小时了 哇 都快九点了 OK 那 今天 今天就 又到了 跟大家说再见的时间了 本主播 要下播了 兄弟们 把正能量 打在公屏上 把正能量 打在公屏上 好吗好吗 好吗好吗 开心的时光 总是短暂 短暂呢 虽然很无聊 嗯 但是 没有办法 我就是一个 很无趣的人 希望你们今晚都能睡个好觉 希望你们今晚都能睡个好觉 然后我们 有 缘再见 有机会再见 然后 哦 今晚如果 结了那些 我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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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的图啊 不要乱发啊 如果你们 非要发 截图的话 挑一些 比较好看的图法 不然我会生气呢 嗯 嗯